劳斯莱斯、宾利、马沙拉蒂、法拉利 价格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豪车 其高昂的价格令人咋舌 据调查发现 豪车的租赁价格也着实不低 一般半天租金最低就得一万七千元 稍微便宜一点的 价值两百多万的奔驰S600 租金一天也得四五千元 青岛福基租车公司的韩小姐表示 他们店里都要为对外出租的豪车 配备专门的司机 如果车主想自己驾车也可以 但是费用箱都要更贵一些 比如法拉利、兰博基尼等跑车 自驾一天的租金在十万左右 三天起租 而且在租车前需要首先支付押金五十万 据了解 通过挂靠一些汽车租赁公司赚钱 租赁公司负责揽活 豪车车主的司机负责驾车 租赁公司则在中间收取大约10%的服务费用 大部分岛城豪车出租多用于婚礼 也有部分为商务用车 开车去机场接机 拉着客户出去就餐 赚足公司的面子 青岛日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就告诉记者 我们公司每年出租豪车用于婚车的总收入 就大约在五百万到一千万之间 而豪车出租用于商务用车的年收入只有两百万左右 日达汽车租赁的销售人员还向记者透露 挂靠在他们公司的豪车车主多半是富二代 这些人的年龄也就是二十二三岁的样子 大多是富二代 这些人说来也奇怪 花那么多钱买了豪车 自己不开却放在出租公司里赚这么点租赁费